影片開來之前我們感謝昨天贊助的各位 感謝BOBO的30塊 每次都玩這麼優質的遊戲 玩了BBQ了我整個人都沒了太讚了 感謝無限的淬雨的30塊 最喜歡玩開車遊戲 其實我昨天玩的那一款應該還好吧 只是我講的內容比較煽情一點 對 感謝Tiler的港幣20塊 好看 你每個影片太好看 我每天吃飯都在看 有搞笑特效 但是有jumpscare我就會被嚇死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有jumpscare的遊戲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這個跳點的驚嚇點夠恐怖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拿來放封面 就不用做了太開心了 感謝角落火球的30塊 看到影片封面就知道又是一款不震驚的遊戲 亂講 我玩的每一款遊戲都是精挑細選過的 非常非常適合小朋友 合家觀賞 OK吧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昨天的感謝留言 我們今天影片正式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這款遊戲 叫做 HungiRamu 饑餓的拉姆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介紹 警告 這個遊戲包含動物和人的血腥和輕微的身體恐怖 該遊戲是虛構作品 沒有真正的動物或者人受到傷害 初俗的語言也存在 建議謹慎的形式 他這裡的警告跟遊戲預覽圖片 怎麼感覺好像有點衝突 對不對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張圖片上面的目標是什麼 吃掉三個水果朋友 他要把這三個人吃掉 看過我玩這麼多奇怪的遊戲 我相信各位應該都明白了 這款遊戲 一定不是像畫面上看起來這麼可愛好不好 這種遊戲我超愛 真的我超愛 拉姆好餓啊 探索森林尋找活的水果 為拉姆來填飽肚子 我敢肯定水果不會建議給拉姆吃 他們都願意幫助他們的新朋友 亂講 誰會想被吃掉啊 不要逃離拉姆 拉姆會得到你的 看完這個遊戲介紹 我現在非常非常期待 我們趕緊打開遊戲好不好 你們看這個樹後面 那我們直接開始囉 Play 這是什麼 這是草泥馬嗎 欸我沒有在講這樣話喔 草泥馬是一種 對 草泥馬 哈囉阿拉姆 你睡了一場好覺 對嗎 喔看啊 看起來有人肚子餓了 讓我們去找一些食物 然後 讓我們去找一些食物 來填飽你那個很大的胃口 OK WSD移動 我們現在是要操控這隻草泥馬去吃東西對不對 我沒有看到任何像是可以走的路啊 你看 這是一個正方形的空間欸 欸不對一個長方形 喔喔 碰這個地圖邊界就可以出來了啦 今天天氣真好對吧 拉姆 Let's fight the sun 讓我們去找一些櫻桃放在你的肚子裡吧 然後我們上面的目標要吃三個櫻桃 哪裡有櫻桃啊 櫻桃應該長在 喔這個嗎 這是櫻桃嗎 欸真的欸 欸好吃欸 這個櫻桃好吃耶 這裡沒有櫻桃是不是 看起來我們要往下走阿 前面還不能過 我們去看一下下面 有沒有櫻桃 蛤 哪裡有櫻桃小朋友 我要幫你吃掉囉 櫻桃小朋友 不對我走回來了欸 看起來是更往下 再往下面走一點 欸有石頭 什麼東西啊 這裡也沒有櫻桃哦 那無可能啦 對啊,我沒有看到櫻桃啊 還是這個都可以吃 試一下 不行,這個不能吃 喔,我只能往下走啦 不能往左右啦 我們往下走 好吃 欸,這裡沒了勒 在左邊,對不對?在左邊 沒有錯 好吃極了 那些櫻桃好吃嗎? 欸,挺不錯的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吃櫻桃的 但是拉姆還是非常非常的餓 櫻桃根本不能填爆他的肚子 喔,滑特,滑特 看那是什麼 是一根大老 呃,呃,不是不是 大香蕉好不好,大香蕉 看哪,那是一個可愛的小香蕉 哇 拉姆非常非常喜歡水果 我相信這個香蕉會很樂意去幫助拉姆的 最好是 香蕉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 要我們去會那個banana OK,我們現在要去跟banana交流一下好不好 交流交流啊 狠狠的吃他的香蕉 不要亂講話了 欸,香蕉 好吃極了 哈囉,小香蕉 香蕉發出了一聲咆哮聲啊 滾啊,滾啊 喔,親愛的 看起來我錯了 香蕉不想給我吃啊 香蕉非常非常的自私 他不想幫助拉姆 在講什麼鬼話啊 誰想被吃啊 滾 滾 我們需要讓香蕉睡個懶覺 這樣呢,拉姆就可以吃一頓好吃的了 喔 我們現在要想辦法讓他睡覺啊 Eater banana 欸,我們可以直接吃嗎 這裡有火耶 這個香蕉不想讓我過耶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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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用石頭把香蕉丟昏啊 太壞了吧 這個草泥馬怎麼那麼壞 Oh my god 喔 香蕉噴血了 Oh my god 多麼豐盛的一餐啊 我肯定香蕉 呃不會建議了 儘管他的態度很酸 但是他藏起來 很甜 他應該是在講剛剛那個香蕉對我們很兇嘛對不對 然而呢 這個拉姆的胃啊 還是有很多的空間啊 他還是很餓 喔 花特拉特拉姆 那是什麼喔 那是水果朋友喔 有橘子 然後有一個 那是水梨 那是什麼梨嗎 然後一個蘋果 啊蘋果好吃 我們在這裡並沒有看到很多 很多這種水果的朋友啊 看起來只有三隻可以吃 這些水果朋友應該足夠 填滿拉姆的胃 Let's go say hi to Ren 拉姆 讓我們去跟他打聲招呼吧 好的沒有問題 我拿石頭來跟你們打聲招呼啦 其實你們通通都給我去死啊 哼 他們被嚇跑了 好可怕 叼著石頭的草泥馬 簡直就是草泥馬 看起來他們是想玩個遊戲啊 才不是咧 他們在逃跑啊 就像我們見過的其他水果朋友一樣 多麼的有趣啊 來吧拉姆 讓我們找到新的水果朋友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吃這些美味的水果了 拉姆 欸不是 水果朋友你們在哪裡啊 欸 下面躲著什麼東西啊 敲 這不能敲喔 我要丟蜜蜂進去是不是 了解了 把蜜蜂丟進去 哈囉 surprise 誒 誒 誒 surprise 有了他出來了他出來了 吃掉 喔 他會發出聲音耶 這個Apple會講話 喔這個蜜蜂把我刺痛了 看來我下次得小心一點了 拿我的蘋果啊蜜蜂 嗯 這裡應該是要拿石頭對不對 把石頭撿起來 狠狠的給他敲昏 呵呵 吃 開吃 誒 不能吃嗎 什麼意思奇怪 那我們先把這個石頭放這裡 感覺那個石頭還可以用很多次 然後拿這個蜜蜂 把這些小朋友給趕出來 誒有斧頭誒不是吧 完了看起來有人要死掉了 等一下 他給我們斧頭就代表說樹上有長人對不對 自己要下來 喔 抓到你了小朋友 給我下來 砍死他 砍死你 誒不能砍喔 哇這是一個很高的墜落啊 你知道橘子可以給你很多的能量嗎 Energy 也許下一次你也可以爬一棵樹 不要講廢話了 去死 好吃 誒完美了 出來喔小朋友 誒出來喔小朋友 等一下不對 啊我知道我知道 一開始有那個火把對不對 我們是要去拿火把 來囉小朋友 還想躲在樹裡面是不是 一把火給你燒出來 千萬不要學啊 這是一個變態遊戲 各位小朋友 斟酌觀賞 出來啦 還躲勒 找到你的朋友 啊 好燙啊好燙啊 屁股被燒燒了 天啊你就不能少做一點嘗試嗎 竟然幫我燒了 好吧我知道你喜歡燒過的梨子 因為它全部都是你的 不好意思看不太懂 燒掉 好吃 誒 有這樣的樂趣 是你把朋友吃了 而不是一起吃飯好嗎 請你搞清楚狀況 今天這是美好的一天 不是嗎 拉姆 沒有錯 太美味了 喔 電燈關掉了 那是什麼啊拉姆 你還很餓嗎 有人在尖叫耶 聽起來像是他 塔莎 塔莎的聲音 朋友被殺了 我明明告訴過他們 不要這麼吵鬧 讓我們去看看他們在幹什麼事情吧 怎麼突然變成這個畫面啊 奇怪 他叫我們找到那個營地 然後F可以掏出手電筒 這手電筒喔 怎麼看起來像 鐵錘啊 續伏的可以奔跑 我體力也太少了吧 營地不是往這個方向 那是往這邊嗎 他有提示耶 其實還蠻不錯的 這就是我們剛在畫面上看到那個營火嘛 是不是 然後朋友都死掉了 剩我一個人了 我可能是出去撿什麼柴火啊 之類的 所以才逃過一劫 就是這樣子 奎兒底的雷歐狗 他們都去哪裡啦 我怎麼一直到 奎兒底的雷歐狗 他不可能跑得太遠的 就代表說他應該是在附近被殺害 沒錯 因為就是我殺的好不好 太棒了各位 往這邊走嗎 看起來是喔 先跑 欸不對 我們要節省體力啊 他這個體力調有點短其實 在哪裡啊塔莎 我看到了各位 我已經看到塔莎了 阿這是我的狗啦 我的狗的內障被扯出來了 OMG 麻糬 麻糬死掉了麻糬 花了fuck 是誰做的 可憐的女孩 不管你們這些混蛋做了什麼事情 都已經搞砸了 我現在要去狠狠的幹掉你們啦 塔莎 肯 梨昂 你們到底都在哪裡啊 完蛋了 我們現在就跟草尼瑪一決實戰了 真的要草尼瑪了 回阿油啊朋友 你們都在哪裡 而且這個手電筒 有跟沒有一樣 超白癡 那個草尼瑪好像一跟蹤我耶 我已經聽到兩次腳步聲了 第一次我還以為會聽錯 再往前走一點 欸 真的真的 我聽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來了 他就跟在我後面 屬人耶 因為他頭被打爆了 我都不認識他了 他被燒得非常非常酥脆 這就是我們最後殺的那一隻嘛 好像是 洛梨嗎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 真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感覺我要出事了 我們現在開始要找他們的屍體了 然後我記得另外一個好像在 左邊 我看到前面有一隻草尼瑪 你們看到嗎 他就在我前面耶 然後這是那個吧 蜜蜂的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蜜蜂啊 是誰對你們做的這些啦 啃 就是草尼瑪 這個草尼瑪一直在我旁邊跑來跑去的 他想把我吃掉 然後我記得另外一個在下面 喔找到了 這邊啦 被砍掉的樹 這裡應該會有一個死人才對呀 死人咧 在這裡 草尼瑪 你們看到嗎 就在這裡好不好 就在這裡 就是這一個 雖然很模糊 但是看得出來那是一隻草尼瑪 他從樹上摔下來的時候扭斷了他的腳 在他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狗屎的事情 我必須趕快離開這裡 我要回到車那邊 Find the car 找到車 找到車喔 你看你看 有沒有 他越來越靠近我了 但是我不知道車在哪裡 應該是這裡吧 對不對 往這裡走 但是我沒有看到車 我有看到電 我有看到路墩啦 喔找到了找到了 我的車找到了 高歌禮席 再見 各位晚安 溜了溜了溜了 趕緊溜了 還好我有鑰匙 我還以為他要叫我找鑰匙 不要鬧 我真的高歌禮席了嗎 這麼簡單 喔 這個草尼瑪直接撞我的車 太厲害了吧 然後這個結局是 1分之2 拉莫森林的 公園的悲劇 他這就在講那個 失蹤事件啊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這個是公路上被殺死 所以還有其他地方被殺嗎 OK各位我去看了一下另外一個結局 另外一個結局要觸發 就是你要去把 車子打爆 一開始在找那個3個水果的時候 右手邊有一台車 如果打爆就可以進入第2個結局 第2個結局就是車壞掉 然後你沒辦法逃跑 但是你一樣會死啊 對這個遊戲是沒有逃出結局的 不管怎樣都會死 只是一個是上車之前被殺 一個是上車後被殺 就這樣而已 整體來說我覺得應該也算是一款蠻 獵奇的小遊戲吧 最近好像真的蠻多這種遊戲的 阿曼達啊 蘋果農場啊 還有上次玩那個番茄 還有南瓜 然後加上今天這一款 把一款很詭異的遊戲包裝成 好像小朋友都可以玩這樣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那今天這一款也還算有趣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一款 飢餓的拉姆 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 訂閱我的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訂閱我的頻道 標 Teaching 大大大